大家好,我是帮大帅 欢迎收看大家,欢迎来观战一把乱世小帅 那个勘探员 调香舞女前锋勘探 这阵容有点飘啊 这个阵容打帮帮难打 这个阵容打帮帮我觉得 凶多吉少 凶多吉少,非常非常难打 但是还好吧 这边四号机是个前锋 这四号机是个前锋 那但凡四号机是个出前锋以外的任何角色 他都可以把人压在这个点 抓到的 球者很难转点,很难转点 可能五女前期八一盒铺好的话会好一点 这边的话找到五女 应该要抓的 这个五女应该来不及再换了 相对来讲抓五女还是可以的 这边的话一个炸弹封 五女滑步 滑步这边都没有用啊 直接是一个翻窗加速 就拉开了一个身位 以后通过走位来躲 再一个减速八一盒还不错啊 这把的话五女这里的一个牵制 看这边这个窗吧 帮帮有没有带风窗 如果带风窗呢 五女这边要吃伤害 如果没有风窗的话 五女这边还是在玩 但五秒炸弹封出这个点 没有带风窗 再一个减速八一盒 连炸炸中 闪现马上好了 来一个滑步跳开 连炸 有了一刀带走 漂亮 安逸的帮帮还是强 没有给到五女更多的操作空间 甚至连五女的那个滑步都已经防不到了 因为五女前期是有一个翻窗加速的嘛 所以说他不可能带飞轮 这边是个地压式 压重 对于圈子来讲呢 这个局已经可以考虑如何去卖掉了 就嘛 就一波可以 但没有必要就是保这个五女 保不下来 保不活 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你保了 可能搭进去更多的人 得不偿失 卖掉 三人开门战 争取一个三跑 我们看有没有带挽留 带挽留 带挽留嘛 这里可能就不太好去盘一个多跑了 而且这边班安逸应该是通过密码机的一个抖动 盘到了位置 顶出来打 找到了这边的调师 因为看待员是通机的 然后前锋那边密码机刚才在修在抖动 所以位置其实还是比较好排的 这边前锋密码机不动了 过来 但是这个位置前锋想要救人应该是不可能的 前锋只是过来 这样的话呢 确保了一手什么的 这要么调香 吃不会倒 这个前锋救不了人 一定救不了人 还往里戳 拉球 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就是拉一波身位吧 并不是说要去救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定救不下来的 闪现一刀先打 打完以后底牌切不切 不切 这个闪现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他其实这边闪现刚才留着切传送 他就消耗前锋的球 然后切传送干嘛呢 去找这边的强师 把这强师给秒了 我觉得这把一面会更高一点 遥控雷的话 应该在手上面 B波球交遥控雷 B波球交遥控雷 一定是这样 遥控雷不 放 哎呀可惜了 没报到 前锋这边有机会拉一波球 连炸 我觉得刚才B波球 再交遥控雷 可能会更好一点 下一克雷有了 看一下位置 漂亮 这里的话我们算啊 密码机 密码机的一个进度 强师的机子 其实是够的 因为四号机有台大遗产 乱世小帅应该是知道 但不知道强师是不知道 卡死就一波的话 应该有机会 这里卡半就不行 卡半就不行 卡半就因为看待人没有博命 这边看待人看了天赋 带的是个双弹加三摇 调师一边机子补掉以后 补四号机的机 跟这边的话 能不能排到位置 帮帮这边顶出来 最调师正确的 这边顶出来 最调师正确 他不能让球者 机子压好的 他不能让球者 把机子压好 机子一旦压好了 这个局 球者 基本上就是三人开门战 保平了 或者是保平的面很大 这边过来找调师 压飞轮 飞轮调香 那边前锋被捞下来 前锋手里估计 还有个搏命的 一刀 先打 打完以后两连炸弹 调师拉开 导墓地方向 导墓地方向 他不要导中场 不要导在四号机 不要导在遗产机 球者这边的话 补一波状态 对可以补一波状态 因为这调师没上过挂 时间足够来得及 连炸 一刀 再砸头 好的 那这样的话 球者三人开门战 应该是锁定的 这三人开门战 应该是锁定的 邦邦 这边要不要交这个船 遥控雷的话 这边应该炸不到了 但是遥控雷作为一个踏板连爆 没爆到 这波的话 我觉得安逸稍微急了一点 稍微急了一点 但原先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两连一个头铁过板 就是感觉出来还比较急了 因为整体的一个节奏 就被穷者所掌握到了 穿战员这边来 传送落地找前锋 正确 大局关上面操作虽然急了一点 但大局关上面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前锋是上过挂的 这个前锋刚才我没有留意 应该是没有过半吧 当时这个血线如果过半的话 就把帮帮赢了 没过半吧 我觉得穷者还有得打 还有得打 这边把调师摸起来 调师其实都不用摸吧 我觉得这边看来源要赶紧补机子 对他赶紧补机子 前锋的话这边一炸 回声过来 看来源这边密码机 能点亮 能强行点亮 这密码机的量够 没有传送 调师这边的话 密码机点亮以后还是个满血 看来源这边他骗你过来 点亮好的 这样的话就看487能不能跳地窖了 就看487能不能跳地窖了 三块磁铁 一个加速先加上 拉开身位 慢慢绕 弹一手 可以 还是传送落地秒前锋这波 让前锋给走了 这码的话有一属 穷者 剩余的三个穷者 在操作层面上面都已经拉满了 我觉得487有机会能跳地 诶 他是选择走门吗 他选择走门的话 其实有一定风险的 就是邦邦如果位置压住以后 传送好了 这个人走不了 他选择跳地窖会更好一点 选择跳地窖会更好一点 这边邦邦的话 诶 反叛 反 反绕 预判你的一个走位 现在的话 小果冻已经出去了 所以说他一定会帮忙排好地窖 知道地窖的一个位置 走地窖应该是拦不住的 走门是拦得住的 走地窖 我觉得拦不住 三跑了三跑了 这也能三人三跑 安逸还是想要赢 还是想要赢 可以可以 打的是很不错 包括他的大菊光 我觉得也非常的正确 就是怎么说呢 遇到了这些魔鬼对手吧 改道朋友们下期再见 拜拜